今天晚上我们还要为您来聚焦高盛最新的这一份报告 直指台海来到十年来最危急的一刻 我们就要从刚刚登场的环台军演 居然在这里闻到不寻常的味道 台日双刃都出窍了 环台历任出窍 我们看日本最神秘的特战警备队曝光 而在我们的澎湖海域 看到了这段画面 海空特战黑鹰为什么在演练海上驳火抢救 为什么你空中救护车要变成了飞行火战车 到底看到什么样兵凶战危的讯号呢 环台平洋演习已经在6月29号开始了 在演习开始的第一阶段 他有很多地面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科目 美国国防部的影音网站公布这段影片 大家看到是美军的教官在教其他一些盟邦的人员在进行射击 我们看到刚刚第一个过去的那个人 那个人他本身很神秘 你看他上面连什么绘织都没有 但我们看到现在后面过去的这几个 很清楚 你看到他的右肩上都有德国的国旗 但第一个 他为什么要把连他的国旗的灰质都拿掉呢 现在我给我们看到这段画面 其实就是刚刚过去48小时 环台平洋单位释出的最新特战射击的画面 今天你代表哪一个国家 你的背章应该国籍要在上面 连国籍都消失 这个人神秘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 有包含美国陆军 日本 德国等等各国的特种部队 一起练习 进行实战射击 而这一次你看像这个镜头中 左边这两个 他身穿的这个迷彩 完全就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个样式 但是国籍卷消失了 国籍卷拿掉 所以大家推测 这次是海上自卫队一个非常神秘的部队 叫什么呢 特别警备队 跟美国跟德国的部队进行联合训练 这个日本的特别警备队是怎么来的 其实在二十几年前 日本发生一件非常特别事 1999年当时北韩的这个间谍船 入侵日本的南登半岛 当时他们称为这个不审船事件 这个不审船它是怎么一回事 它其实化妆成渔船 但是速度快得不得了 在海上用非常高的速度在跑 而且后来日本自卫队 把这个不审船集成以后把它捞起来 赫然发现怎么回事 发现什么了 它在它船的这个船身里面 居然还有一个类似像小小船屋的 这样一个设备 也就是说它这个化妆船 我记得叫大溪湾的这样一个 日本的不审船 它其实有点可以说 前面有一个小门可以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 它就可以利用突击交州 然后把人放到突击交州上 进行登陆 进行特种的侦测跟破坏 所以日本就注意到 他们海岸的防卫是脆弱 所以就仿效美国 英国 进行这种类似像 河流守备队的部队 但是因为当时美国 它DH也有河流守备队 但是整体来讲 经过日本评估 英国的这种 就是它的这种特战的部队 在河流方面这种河流部队 才比较适合 日本这样一个战场环境 所以日本就转向英国的 这个SBS这样一个特种部队 来进行一个取经 然后成立了日本自己的特别警飞队 所以SBS我们就想到了 英国最有名的特战队SAS 这个A是什么空军Air 这个B是Boat 这是来自于舟艇的概念 它多强呢 对 其实在过去英国跟阿根廷爆发的 普克兰岛战役之中 其实在整个战役期间 第一个登场的这个部队 不是英国的皇家陆战队 而是英国的特种舟艇部队 而且这个特种舟艇部队 它当初在作战的时候 其实在进攻普克兰 它还不是第一时间去进攻普克兰 它去打哪里 它去打到一个离 那个福克兰更远 在那个南大西洋的一个叫南乔治亚岛 为什么要先打南乔治亚岛 我还记得那时候录出的新闻画面 就有一艘阿根廷的潜艇 就是跟美国买的Gabby级潜艇 在那个岸边被击沉了 这个当时要打南乔治亚岛的一个原因 战略思维上就是 因为它毕竟是在福克兰的东边 也就是说当如果英国特检舰队 在亚松深群岛整补结合完成以后 到福克兰岛附近进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在南乔治亚岛 有阿根廷预先部署了部队 然后从中边过来 这个时候英国就有可能面临到 阿根廷本土跟南乔治亚两边 过来的部队的夹击 英国的这个SBS 摸上了南乔治亚岛之后 率先先把它包含重要通讯节点 指挥处所 然后这些还有一些相对的这些储备 军事物资的这些仓库等等 统统都把它先破坏 让阿根廷的守军 为数虽然不多 但你发现我能用来作战的这些战争之材 全部被你这个英国特种部队破坏光了 我要想独立作战 也无从独立作战起 所以好就选择向英国投降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个特种部队 其实它人数并不多 它基本上大概只有400个人 而且是从英国陆战队的 狐击队里面选出来的 然后大概基本上来说 大概是从英国陆战队 每30个人之中才能够选出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特种部队 它其实在这个南乔治亚岛 发挥它第一次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作战效能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一开始看到了 以英国SBS为师 日本的这一支 号称环太军演的历任出鞘了 大家就问了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特战武力呢 今天我们就从澎湖海空的这一个 非常罕见 可以说第一次的海上操演 看到怎么样兵凶战围的灯号呢 过去我们空军的这个救护队 它本身其实专职救护 而且因为空军过去救护队它的飞机 其实涂装非常地明显 用这个浅蓝色还有白色等等 构成它机身的这个涂装 其实在战场上来讲 这是个绝好攻击的目标 但是随着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空情总队 也接收了黑鹰直升机 然后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重要的这些搜救任务 都转由这个空情总队担任以后 那空军救护队怎么办 它定位什么 其实它就要回归战训本物 去做什么呢 战场搜救 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 如果万一跟大陆 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我们战阶飞行员 有可能需要到大陆的对岸 去执行空中对地的攻击任务 对不对 这是也有可能会有战舍 那有战舍的时候怎么办 要救啊 让它就留在那边 然后每人发一把 这个制裁用的小刀 然后当空军把你包围的时候 就把自己制裁 这样行吗 不行 你一定要让你去进行 执行任务的这样空军飞行员知道 如果万一今天有状况 还会有人在后面要把我救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的黑鹰直升机 上面第一你可以看到 左右两边都配了M24栋的机枪 因为过去我们以前看 这个基地开放的这个表演 我们的直升机表演 收救 底下有一个人拿个烟镖 我在这 我在这 然后直升机过来 慢慢慢慢地放下一个吊栏 或者是机工厂下来 然后把救援的人弄好 然后再吊上去带走 我跟你说 这种收救方式在现代战场上 我跟你讲 这等于两个字 上菜 让人家打 对 所以你看像美军的 这种战场收救都怎么样 他们一次 其实先由战机 把周边可能的抵抗的火力 压制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会派出两架直升机 这个两架直升机 他也不是直接就马上下去 就当他找到 那个呈原的人员的位置以后 他两架直升机冲过去 冲过去以后就边队散开 边队散开以后 其中一架 转了一圈之后 然后马上直接朝着人员的位置 直直地降下去 然后降下去之后 把人就拉上来 那另外一架 我说刚刚讲散开的话干嘛 他不是 他就在上面绕圈子 然后绕圈子的时候 一直对下方进行一个火力压制 也就是说有任何人 如果要准备伏击他 或伏击那架直升机 这架上面的这架直升机 就要负责去压制这样的敌人 两架出任务 今天演练的就是负责火力压制 掩护队友进行搜救的任务 对 没错 而且你可以看到 像以国外来讲 我们之前有一任美国空军参谋长 空军参谋长在我们这边 就相当于我们的空军司令 很大的官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以前曾经被击落过 他在哪里来 他在1990年代 在塞尔维亚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塞尔维亚发射了飞弹击落 甚至于他后来 因为被击落以后 你在塞尔维亚博物馆里面 居然可以看到一架 X-16战机的残骸 而且以这个残骸来看 这架飞机是他 飞机战斗机连队里面 一个叫连队长坐机 为什么 因为他尾巴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涂装 那当然并不代表 他当时是连队长 其实说真的 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马上就把他救援回去 所以他其实在战场上 躲躲藏藏了好几天 他那个躲躲藏藏那个情节 就跟后来依照这个故事 改编的一部剑 叫冲出封锁线 非常的相近 他当时其实就在里面 然后让他进行躲藏 而且进行搜救 而且他还躲躲藏藏 跑了很远的距离 然后最后才能找到一个地方 让他的友军 把他接下回去 所以花奖回来 这么万分危急的时刻 我们刚刚讲到了 在澎湖海面上的 这个空中救护队 美国的空中救护队 就要出动救人了 对 以美军的空中救护队来讲 其实他们坚持一个信念 叫什么 Let others may live 就是说 他们就是要把所有在 第一战舰后方的这些同伴们 通通救回来的意思 而且其实以美军的这个 PJ也就是空降的特殊队员 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准 其实我跟你说 跟一般的特种部队是一样的 他们包含体能 然后战技 甚至你看还有各种的这种散跳 然后还有各种激将的这种任务 他们都要把这种 所有的战场的特战技能 都学会之外 另外由于本身收救 对不对 万一你要救到人 需要战场急救救救伤 你有医生 对 所以他们其实每个人 都还具备医师 就是医护兵的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而且我们刚刚讲 他由于要又能够进行战场搜救 又要能够达成 特战部队的队员的训练 所以他淘汰率很高 90% 也就来100个 或淘汰只有90个 我们在讲海豹的训练 淘汰率七成都已经 锻炼成人间杀器了 他的淘汰率高达九成 对 而且他要等到 全部我们刚刚讲到 这种包含作战 然后包含救伤的这种任务 通通都考核通过 成为一个正式队员的时候 才会给他一个红色贝蕾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美军里面 他空军的这个空降特战 空军特战搜救人员 他是有一个非常荣誉的 红色贝蕾帽 作为他们识别 回头我们就来看到了 台海到底来到怎么样 一个步步升温的局势 高盛这份报告 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 已经台海来到了10年来 危急新高度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自保 有没有跟着 把整个规格给拉高呢 好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最近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 云风飞弹开始量产 而且把它改名成 这个擎天的这个极音速巡弋飞弹 其实改名成擎天以后 也就代表就是今天这个飞弹的外貌 更加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中科院在研发的时候 他们曾经以一个擎天 载具的这样一个名称 进行这样一个冲压火箭的 这样一个研究计划 它其中产生的一个成果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雄风山形 它是一个超音速的这样的板件飞弹 如果说今天把这个原先的 这个擎天的这样一个展示 做得更大 然后采用相同的这样一个推进模式 它可以打多远到底 然后增加燃料的话 他们是认为 就是说这个云风飞弹 它也就是现在的擎天 极音速飞弹 它的速度大概可以达到 这个三倍音速以上 而且其实最早 我认为最早是四倍音速以上 而且距离它能够达到 两千公里以外 所以你看看 如果这里我覆盖了大连旅顺 这里有一艘航母的基地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往南 我从高雄这地方发射呢 那像从高雄的话 基本上来讲 大概你说海南岛等等 也都在它的攻击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这个擎天的这个极音速的 这个巡弹飞弹 要让它能够包含 涵盖到对于 包含北海舰队到南海舰队 所有的重要的军事目标 都要能够达成压制的可能性 中美大战看到过去两年来 中国遭到美国的晶片制裁 现在美国居然如大梦初醒 被中国钻了巧门吗 鸡蛋在密都有缝 解放军是如何经常脱壳 透过人头公司 照样买到台积电的高阶晶片呢 今天晚上我们就为您揭秘 从路板的死神无人机 到AI晶片 解放军为什么不能没有台积电 专家在担心 半导体的冰封暴 已经全面扩散 但您可能没看到的是 美中叠对叠的晶片热战 正暗潮汹涌呢 没错 等一下我们讲到 这个晶片之战之前 我们现在讲 目前全世界的这个景气 真的已经亮起了这个红灯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到事实上 以这个上半年刚结算来说的话 标准普遍500指数的 在上半年跌了20.6% 这大概是1970年以来 最差的一个半年的这个记录 那其中包括说像道琼 也跌了大概15% 那斯达克接了30% 基本上跌超过20%呢 就是一个所谓从多头 转为一个技术性牛市的这个 技术性熊市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美国的压力 其实还蛮大的 那除了这个美股压力 非常大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 过去都一直唱衰的 这个末日博士卢比尼 他当然这次 他又出来唱衰了 他就说目前我们看到是 所谓的停滞性的这个通膨 什么叫停滞性的通膨呢 就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通货膨胀率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经济呢 已经出现到 没有成长的这个局面 我们看到事实上 美国第一季已经出现了 约末是负1.5%的这个衰退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第二季可能公布的数据 也可能是衰退 所以正式可以宣布说 进入所谓停滞性的 这个通膨的这个状况 再加上卢比尼提到说 其实这几年 民众的这个债务 其实是在提升 包括说公司的债务在提升 所以他说标准普遍500指数 恐怕会跌50%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最近起欧洲 美国 还有英国的央行总裁都说 全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所谓的 通膨的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过去我们这个低利率 还有这个温和通膨的时代 正式已经宣告这个结束 所以看起来的话 整体的这个经济点 真的是有在这个衰退 而且这个目前为止来说话 通膨膨胀 还是在一个走高的压力之下 相当多的迹象 显示美股不太妙 而半导体是重中之重 也是台湾人投资人 最关心的一块 我们就看到了 关于半导体 有越来越多新闻 就告诉你的3C手机 不管是苹果 不管是飞瓶系列 它的库存是爆仓的 但是你就从来没有看过 哪一半导体业者 跳出来告诉你 已经到了供过于求 终于有人开第一枪 说实话了 没错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可能整体的经济在下滑之后 大家接下来要观察就是说 民间消费 或者说一般的公司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获利衰退的这个状况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说 这个晶片产业可能是一个属于 供不应求的这个状况 但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第一家公司终于出来跳 跳出来说这个整个景气 真的没有那么好 这家公司是美光 美光他前一阵子 来公布他的上一季的财报 上一季财报即使比分析师预测的 都还要更好 但是他讲到一点 他说预测下一季 也就是本季的营收来说的话 他预估是72亿美金 原本的分析师预估是91.4亿 所以等一等 差了快要接近20亿 那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根据美光的说法就说 主要原因是这样 就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电脑跟智慧型手机的需求 似乎是有点开始快速的下降 我们看到前几天的时候 包括说像我们的 台湾的这个PC大厂 都也说第三季可能没有太好 你跟我们讲智慧型手机里面的 包括说像这个所谓三星 他也说他的库存相当大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光是开了第一枪 那当然接下来都看说 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厂商 现在传言说像AMD 或者说NVIDIA 可能也都有这个压力 那我们就看说 接下来的具体的情形 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台湾投资人看 也就是看我们的马首台积电 台积电在这一波 所谓的半导体冰封暴里面 它是收 它是守 它是攻呢 对 没错 实际我们讲 美光开了第一枪之后 大家当然会说 那你台积电会不会受到来影响 那为什么台积电会受到来影响 我刚刚就讲 因为包括说像AMD AMD最近股价其实已经爆 如果从高点来算起来的话 已经跌了大概超过50%了 NVIDIA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家都说 这两家公司 看起来可能会有砍单的压力 更不用讲 最新最新的传言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三星已经砍单了 那苹果会不会砍单 所以现在就等于市场上传出说 这个主要客户之一 苹果 NVIDIA还有AMD 可能都有砍单的这个状况 也导致了台积电 我们最近期来说话 股票已经跌到440块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想说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不过目前台积电 他倒是不用 他倒是没有这么的悲观 目前台积电的说法是 他在前几天的这个技术论坛 说到说 我们目前看到的客户的需求 反而是还蛮强劲的 他是说因为我们目前的客户 大概在7奈米的这个制程 还有更现金的这个制程的需求 相当相当强劲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可能很多IC 都是在成熟制程 台积电的说法是说 可能这些成熟制程 要慢慢转换到7奈米 或者说更先进的5奈米等等 所以他看到的是说 反而是这个需求是相当相当的好 台积电来说的话 特别是他的先进制程 先进制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可能都是包括说未来的AI 高速运算等等 那这些其实目前为止 除了台积电之外 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 除了台积电之外 真的没有人做得出来 最后这句话划到了重点 今天任俊进步来告诉我们 所以当你要进行AI的运用 你要进行云端高速运算的应用 除非你拿到台积电的晶片 今天美国 他对中国科技绝杀 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怎么现在才如大梦初醒 解放军为了拿到台积电的晶片 他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做这个所谓的小越高强的政策 而且不断的去围堵你 感觉上好像一直没有什么成效 结果现在才发现 我跟你讲虽然你围堵 但是漏洞早就被中国大陆找到了 鸡蛋在命都有缝 好 我简单先说 其实他们后来发现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高度的 在发挥这个所谓的 AI人工智慧吗 是 其中有90几项的这个产品 我跟你讲 他都必须依赖美国的晶片 是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的唯独有效 那他为什么有呢 因为很简单 按照美国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 他们的发现说什么 对 他说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 还有海军 还有中国军事科学院 理论上来讲 这些都是被高度制裁的 是 你不准买得到 是 但是他居然透过中间商 甚至透过空壳公司 还有经过美国商业部 核转的公司 都可以买到我们刚刚讲的 97种的AI晶片 依照美国的盘算 今天AI高速运算的这些高阶晶片 我今天只要守住了台积电 你门都没有 我等于绝杀了中国 可是没想到 你AI发展照样日新月异 解放军照样日新月异 为什么 原来你透过了中间商 金蝉脱壳 你转了个弯照样拿到 我先举个例子 例如合肥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 他现在告诉大家讲说 他有一个新科技 就像画面上面你看到了 其实我们都说 中国大陆的人脸辨识系统 其实老实讲也不是新闻 但是他说我告诉你 我的人工智能 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 你今天人只要进入到 我这个AI的控制室里面 我透过镜头 我可以知道你的思想 我可以感受到你内心 那个小小宇宙的变化 你可以赌我的心 你的AI界面可以偷我的心 很怪對不對 好 我告诉你 他说来…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说来… 你这些人通通进来上课 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 他说我的AI智能 有办法帮助 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更加厉害 他说你们进来上这个 所谓思想课程 你大家都坐在那上课 眼睛一样是睁开的 手一样在做笔记 对不对 可是我透过AI 我可以辨识你什么你知道 我可以看到你的细微 你没有认真 你没有真的把那些话 给听进去脑子里面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来辨识 谁是认真学习 谁不认真 如果连思想这种形而上的 你都可以偷我的心 读我的心的话 AI晶片还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给大家看一段独家画面 你来看看 他居然可以一声令下 号令这些机器狗 直接作动你所要他做的事 其实像死人的这个画面 而且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过去在介绍 这些所谓的机器狗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讲说 那个美国Dynamic公司 不是有在做这种大型的 机器狗的这个事业吗 波士顿动力公司 没错 但是现在你看得到 这是中国大陆告诉你讲说 这是我解放军在测试 这个所谓的AI智慧狗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这些狗好像在做福地挺身 是 而且是统一动作 一堆人在旁边测试你知道 好 他就讲了 其实大家眼光都看到 这个美国或其他国家 其实中国大陆 早就已经把这个机器狗 投入造战场运用去 你刚刚讲的是做体能是 是 他现在直接进到战场上面去 而且跟其他的所谓的机器 这个所谓AI车 协同作战 而且跟他的部队 开始进入到城市向战 那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像机器狗的这个部分 他可以进入到 我们人体可能没有办法进去的 譬如说DI的这个地形 甚至他也其实只要动力充足 他也可以做这个附奏 那他就告诉你讲说 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把它 投入到实战的运用上面去了 还没完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段画面 说到死神无人机 你想到是美国 但是路把的死神无人机 里面的大脑的晶片 用得也是美国技术吗 而且其实我们在看这个 你刚刚提到说死神 其实他还是需要有 这个所谓的超红源 只是他可能在远端进行遥控 但是中国大陆说 我的这个所谓的翼龙的无人机 他要尝试加入的叫做 AI人工智慧 是 意思就是说我的无人机 飞到上面去玩了之后 我基本上把人为操作 捡到最低 让我的无人机能够自行判断 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讲说 他的无人机 可以做到指挥控制 情报处理 甚至可以跟其他的作战单位 一起进行连接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我们以前讲 一个操纵者 他可能可以操纵 五架 十架的无人机 但是现在是由一个无人机 来操纵五架 十架的无人机 他反而变成实体的大脑 所以你回头来看 现在美国才发现 你解放军透过中间商 买到了97种 含有我美国技术的AI晶片 里面可能含有台积电的 高阶制程的晶片 是 他用到了这些地方 这个时候才发现 才要围堵 才要堵漏 来得及吗 而且就算你认为说 中国大陆是在大外宣也好 或者你认为他整个吹牛也好 但问题是他确实告诉你 讲说他的AI跟无人的智慧 一直往前迈进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 珠海云AI无人机航母 你这样天天的时候 会觉得很怪说 什么叫做AI无人机航母 很简单 他今天就讲说 所有的无人机的 这个所谓的 不管你是无人船舰 或者是无人的飞行载船 都可以透过珠海云号 未来可以让它变成怎样 换它变成大脑 所以它在海上航行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整合周边所有的 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载具 当然陈如你刚刚所说的 这些东西 以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科技 他做得到吗 老实讲很难你知道吗 可是他居然找了那7间公司 透过中间商转手转手 拿到97种AI晶片 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在这次俄乌战争里面 那个无人机能够大获全胜 现在是不是被中国大陆 整瓦砰砰去啊 今天7月4号 不只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农历6月初六 很多朋友今天讨论 都在传这个讯息 天框日 一年阳气最旺 听说古代皇帝都在这一天晒龙爬 今天晚上我们就带您看到 习近平香港见证回归25周年 中国最强的防弹车 史上第一次曝光 但这一步习近平的陆军一号 他防得了外在的威胁 恐怕挡不了全斗的病毒啊 今天我们要带您从一张 中国爆买将近300架的 空八超级订单 它意外曝光了什么 中美大战 中国祭出了以商为政 转移民怨的这一季以天见了嘛 事实上这两天提到香港 大家一定会想到 这个泥框的这个磁势啊 但是很多人发现到 泥框写了非常多的作品 这个魏斯里 袁正侠这些 可是很多人觉得 他的文学里面 好多好像是在讲预言 比如说他在追隆这个地方 他提到 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 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 任何一个居民 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 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跟死亡 怎么这么强的既视感 如果你把它对应到最近才刚刚渡过 25周年回归的香港 连起来了 是啊 事实上香港 一开始大家觉得说 中国大陆的介入 回归完了之后 会让他香港更加的繁荣 但这几年香港的现况 从最近这个所谓的热烈庆祝 香港回归25周年 感觉上好像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好先讲一件事 习近平这次不到香港去 而且高度的这个清零 很多人觉得他担心去染疫了 结果没有想到什么你知道 6月30号的时候 他跟香港特区的一些行政官员 还有议员拍了一张照片 没想到你看到这个照片 这个做的人就是习近平 可是习近平后方的这一位呢 他叫做何俊贤 这个议员告诉大家讲说 不好意思 我跟习主席拍完照之后 我确诊了 不太妙了 你看 全城市N95口罩不离声 代表防疫是最高层级 这些能被挑进来的人 之前经过多少次的PCR体检 才进得了这个地方合了这个框 那他确诊了 那习近平呢 所以这个何俊贤 立刻有人讲说你在干嘛 你怎么会突然把这时候确诊 他说没有 我照相那时候我没有确诊 而且我现在是低病毒 但是因为我既然有呈现这个反应 我要跟大家讲 那问题来了 一个怕染疫 一个怕抗疫 很多人还担心 习近平很可能还担心别的东西 你知道 就像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大阵仗像这种开导老实讲 都不是问题 习近平以前也到过香港 可是他到香港的时候 都是搭乘当地特区政府 帮他准备了这个 所谓的国外的这个车子 让他搭乘 但这一次特别的是 首次的陆军一号 就是红旗防弹车N701 正式的出现在这个媒体界面 这部车有什么过人之处 以前从来没有曝光 好 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汽车公司 他们有一个N701计划 为什么叫N701计划 因为它目前还没有实质 就是生产到这个市面上 是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他们当时投入这个计划的时候 砸了25亿台币进去 预计10年出产50辆 是 砸这么多钱 重点是你砸这么多钱 10年只过生产50辆 那50辆车 你卖到哪去 根本不划算 我告诉你 他没打算卖到外面的 虽然他讲说这是军民通用的 但问题是 我跟你讲 只有高官能够做得到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这里面大概防弹的功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又是家常型的你知道 我甚至认为它里面 搞不好有防核生化的这样一个防污 就跟美国总统的这个坐车一样 也不足为奇 但问题是 你千里都坐香港特区政府 提供给你的车子 这次你为什么要从中国大陆 千里迢迢把车运到车 做你自己专属的车呢 说到底 接下来北戴河 再来二十大 太敏感了 为什么 现在后疫情时代 经济在逆风 疫情路线也还有争端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今天7月4号这一天 会不会是疫情路线 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决断日呢 而且从香港再回来看 习近平的内部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说李克强的路线 可能跟习近平都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 李克强一直是讲经济挂帅 所以他对于清零的政策里面 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意见 是 27号的时候他才公开 这个李克强才公开讲说 中国大陆必须要注意到 那些所谓的贫穷人口 那些所谓的防疫的弱势 必须要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资源 理论上这样讲也没错 你经济要起飞 很多东西你要兼顾 但是中宣部在28号的时候 就举行了另外一个记者 他说来 中国这十年 已经让9,899万的农村人口脱贫了 是 又脱贫又脱困 等一下 李克强27号的时候才特别说 早就要注意这些人口 不能让他们返平又穷回去 你28号就跟你讲说不对 李克强讲错了 我们早就已经成功了 这样不是很怪吗 所以以前这个台面下的 斗争的传闻 现在是不是透过中宣部 赤裸裸的拿到台面上来 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 我们都知道李克强一直认为 经济发展这个过程上 你什么都戴口罩 什么都清零 别做了 可是现在有一个这个 中国大陆的自媒体人叫老登 他就爆一个料 他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告诉你 中国大陆内部这几天的会议里面 其实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让经济走在前面 如果让经济走在前面的时候 那个疫情的部分 是不是应该呢 从假类把它画到椅类去 那如果画到椅类 那就变成怎样你知道 戴口罩 前面的千零战策 代表被放到一边去了 据说当习近平回到北京的时候 很生气 他下了一句话讲说什么你知道 你如果要铲除清零政策 就是不走我的习核心路线 天啊这个话很重的你知道吗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开始爆料想说 内部有内部的压力的状态 你要清零是归清零 但问题是 现在有可能 中国大陆最晚会在9月份的时候 宣布会终止所谓动态清零的事情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包含你刚刚所提到的北戴河会议 还有习近平接下来那个路线二十大以后 他会不会跟李克强的 这个所谓的斗争 跟他的纷扰 正式的就会浮上台面呢 在刚刚我们看到了 一代才子泥匡40年前 他就精准预言了香港的衰落 中国的威胁 继续 市中央带我们从这一张 超级空八的订单 没错 看到怎么样以商为政 而背后是中美大战包藏什么样的野心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世界格局毫无疑问就是 中美之间的对抗 中美之间的对抗里面来说话 双方都是说很招进出 而且暗招也是进出 为什么这样讲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说 我们不是讲到说 拜登有考虑说 要把这个中国的官司要降 事实上他就说 这其实是拜登的所谓两面的手法 两面的策略 那为什么是两面的策略 他说有可能一部分会取消 中国的部分的这个关税 但是还是会新增 或是提高其他关税的这个项目 也就是说 他会不像这个拜 这个川普时候 一刀大刀这样挥下去 他会用所谓更细致的方法来控制 整个对中国的关税之战 所以这个舞台的背景音乐是什么 是美国的高通膨 操灰搭民怨高章的此刻 他必须问美国人民的荷包想办法 可是又不能降低中国货物的关税 让你趁势崛起两面手法 美国出招了 中国当然也看透透 没错 而且他的两面手法里面 还不是只有拜登自己演 他还请了戴琪来演反面 然后请叶伦来演正面 所以你看他其实美国内部 正在演一出这个戏 然后让大家看说 到底是对中是友善 或是强硬的这个状况 好 除了拜登在演戏之外 中国当然也会出招 中国最近出了什么招 因为他其实在欧洲跟美国 因为最近中国都想要拉拢欧洲 拉拢欧洲的时候 当然你要找一个拉拢欧洲的时候 又可以挑东西 欧美之间心结的一个东西 所以于是这几天的时候 中国的东航 国航还有南航 他们在7月1号就说 我们要买空中巴士 292架A320 NIO的系列的飞机 好大的一张订单 这张订单是372.57亿元 好 那这张订单 为什么会是个两面手法 就像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美国跟欧洲 他们目前为止 虽然是慢慢要合作对抗中国 但是他这张订单之后 反而是挑起了美国跟中国 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心结 为什么 这张订单你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的名堂飞机里面 特别是大型的 中大型的 要嘛就是欧洲 要嘛就是美国 你知道欧洲跟美国两个国家 为了要争夺 争夺这个包括说 像这个空中的市场里面 其实过去曾经都互相制裁过对方 这样打下去的时候 你看波音就马上跳脚出来 他说我们果然是因为受到 这个所谓贸易战争的影响 他还没讲 你知道这个对波音压力 真的非常大 因为波音在去年 拿了909张订单 比空八还要多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他们的市占率是 空八六成 波音四成 所以再这样下去的话 搞不好市占率被更拉开 所以对这个波音来说的话 他这个不能够输 好 那所以我就说 他就下了一个很故意的单 要戳离美国 你说这个是一箭双雕 第一雕对外是以商为政 戳离美国 撩起欧洲跟美国的敏感神经 第二雕对内有起什么效用 对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知道其实 目前的这个Player 除了空八跟这个 所谓波音之外 中国的C919 他这个所谓的 在180人以下的飞机里面来说话 载体的客机里面 他也想要吃一杯羹 但是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 C919 他们目前为止 已经在2021年 已经交给了中国的这个厂商 但是他目前为止来说 只能够飞国内线 不能够飞到这个国外线 因为国外并不认证 那不认证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因为目前为止你要通过 国际的这个飞航的安全的话 你要两个国家 一个是欧洲的这个 所谓的EASA的这个试飞证明 因为是美国的EASA的这个试飞证明 问题是你看 就像中美之间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好 我真的有办法通过 美国的试飞证明吗 不给 美国是不会给你的 因为你看 从这个之前的关税占 美国都一直紧咬这个 所以不会给 所以到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想法是说 我给你这一批 这个372亿的订单的时候 看能不能换到欧洲对我这个C919 EASA的这个试飞证明 至少来说话 我不要卖到美国 但是我至少欧洲认证之后 我可能欧洲可以卖 或是说中东国家可以卖 这样对我很好 可是我才讲 这个其实都是计中计谋中谋 为什么叫计中计谋中谋 因为主要原因来说的话 C919没有错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大陆的的确宣称说 大部分都可以自治 但是偏偏是很无奈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心脏 那是心中 就是引擎专利 目前是在通用的电器 还有欧洲的集团里面 也就是他们这颗心脏 是两个互相的 互相的开发出来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他这颗心脏 之前他不给你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飞 给你的时候你又可以飞 持续进驻的7月 这会是历来最痛苦的一个暑假吗 能源危机加上热浪极端天气 变成了经济发展超级黑天鹅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带您从日本 看看史上最长的猛暑日 居然田里的熬虾直接煮熟 居然核电厂火力全开 照样面临电荒危机 美国也很惨 德州迎来最强的热浪 变压器居然像是爆米花一样的 接连爆开 现在变压器大缺了 想换还得再等一年 难道能源危机加上的热浪极端 真的会变成经济发展的超级黑天鹅吗 好 居然哥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担心这个经济的黑天鹅要来了 到底到底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两个字 断电 断电危机可能造成了 今年2022年全球的这些经济分析师 认为黑天鹅即将来了 居然哥还有观众朋友 去年大家担心什么 COVID-19 疫情 前年2020年也是疫情 但是今年2022年担心的是断电危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发电已经短缺 然后用电还持续再增加 就是问题了 我们直接看日本 刚刚导播给大家看的画面 我看了以后非常有感 一直往上挂 36度 37度 38度 东京连续9天 从6月底 你看还有40度的 对 还有40度以上的 这个猛暑日 温度超过30度以上是 100多年以来 没有连续这样子这么多天 9天以来都超过的 我问一个问题 温度这么高你要怎么办 待在家里吹冷气 待在公司吹冷气 反正你就要吹冷气 那你要吹冷气 你就要大量用电 所以电其实在日本来讲的话 直接跟大家讲 东京的被转容量率 这几天曾经出现只有剩下1% 我们3%都跳脚了 他剩1% 只剩1% 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能力发100度的电 我已经用到99度了 随时可能要限电 再来一些人给我多一种电 我就要直接跳电了 所以俊翔哥在东京 我有朋友在东京 你看他们直接上班时间 能关灯就关灯 还在工作俊翔哥 不是睡午觉 关灯时间到了 定期要把灯关起来 因为发现说大家忍一忍 因为店没有办法那么多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太热了 热到什么程度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可能跟我们台湾的 三角锥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日本那个材质 有点像是小皮球 你看变怎么样 全都尾了 太阳晒到它整个都剥掉了 但是如果没有跟你背景说明介绍 你会觉得这个烧到溶掉了 事实上就是 就是它因为太热的关系 就是它直接被热 给热溶掉以后跪 本来是个三角锥交通的一个 哪里下去 你看旁边还有一个角在这里 是 这个可能跟我们台湾材质不同 不过就是热 热到连水池里面的熬虾 直接冰冬熟掉了 死掉了 为什么 你看那个水的温度43.3度 水里面43.3度 怎么会这么比温泉的水还要热 我今天不是说把这个虾子 放到大马路去测试 这就是它的家 居然在这边直接变红色了 对 你看到 好像变成红色了 因为刚刚有测给你看 这个水的温度是40几度 还要讲一件事情 在东京旁边有个气法千叶线 里面有个火力发电厂居然 大家讲说屋漏偏逢连鱼 现在是用电不够还放火烧 它出现了火灾 这个电厂出现火灾以后 对不起俊昂哥 虽然要发电 可是按照SOP 通通关厂 暂时要整修维护 确认安全物才能再发 所以又少了一块 5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 现在目前停下来 那真的就是雪上加霜 所以热浪来空袭 我历来150多年来 最猛的酷鼠日 猛鼠日 拉得最长 我今天连这样的节约用电 全部给了黑一半都不行 已经刚刚看到了 那么多的公司好像都已经把电关起来 可是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只好从根源来做起 就是要赶快发电 用什么发电 火力发电厂刚刚都起火了 用核能发电 俊昂哥 从2011年的这个 311大海啸之后的福岛核灾以后 日本总共有54个 核子反应炉的发电机组 曾经全部停掉 后来整个国家的这个 整个负债了 那变成是逆差了 因为没办法 我们买天然气太贵了 开始慢慢的恢复 现在有10座的 核能发电厂的机组 已经开始用了 但是岸田文雄雄讲说 我没有办法了 因为热浪来了 日本将会陆续的重启 不再盖新的 但是我这54个可以用的 我慢慢把它捞回来 要用核能发电的 这是日本的现况 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这个高电价缺电 一个让日本政府 錢没包 钱没包 为什么我们会讲 缺电会变成经济的 一支超级黑天鹅 因为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他用电的问题 造成所有成本都上涨 骗不了人的 日本开始也一样 无一幸免 台湾也是 美国也是 日本的核心CP 6月创下7年来最大的升幅 所以这个状况 日本老百姓也警觉到说 我们开始会面对通膨的问题 一个天气的异象 造成用电的短缺 而用电短缺影响到经济 日本的通膨也即将来临 美国现在正在7月4号的 独立纪念日 他们在放假期当中 会不会是近来最水深火热的 一次长假呢 美国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刚刚讲完日本 现在到了美国 问题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因为就是异象的天候 非常大的风雨 跟非常热的天气 美国现在目前 中部在暴风 西部在干旱 有的地方还做水災 有的地方还下冰雹 这些异象的气候 也造成了美国 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 但是因为两年了 COVID-19大家都没出门 今年大家想说 我们连续假期 我要出门 可是问题是俊江哥 你要出门是没错 可是你得出得了门 你订的班机被取消了 你知道吗 因为刚刚讲的天候 异象以后 很多的班机 它没办法飞了 中间遇到了 有一个乱流 不能飞又回来 所以光是在这一次的长假当中 嚇死人 600个航班直接取消 3000多个架次 你在那边机场等等等 等在那边霧点 根本没有办法飞 所以造成了 美国的这个周末的机场大乱 是全国性的 你可以看到航班大乱 旅客们想出游 可是塞在机场 他根本没有办法上飞机 因为航班已经非常混乱 今天晚上我要看到 我们从日本看到了美国 都是我们熟悉的国家 日本那个热浪 已经吓死人的热了 那美国呢 美国的状况是这样 美国更大 美国的用电 其实基本上 没有到像日本一样 短缺成这样 可是美国的用电量 也在往上飙 德州的用电量 怕破性高 我这样子跟大家 直接这样讲就好了 1000瓦 大概可以让1000户去使用 我们一般的家户 可是在德州 因为我讲太热了對不對 美国人用电更是毫不手软 他矛起来用 现在用电量 一般家户的用电量 是平常时候的5倍 所以原本1000瓦 我想要讲200户對不對 1000户對不對 现在只有200户 就把你1000瓦用掉了 所以他用电量 是一般的5倍 这个数字会吓到你 再来就是美国多热 刚刚讲的是一般 在路边日本的交通的耗市 他融掉了 但这个我还有关注他 他是一个抖音客 他不断的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 去做什么 他所有吃的东西 都放到他的车前面 挡风板下面那一块 现在这个是汉堡牌 真的可以熟吗 他就把它弄一弄 真的是烤出油 直接熟在里面 我现在跟俊阳哥讲 真的可以 因为他那一个 在挡风崩里下面 那温度非常高 但是他不是一下子 一两分钟都可以 他放个半个小时以后 居然把汉堡牌都给烤熟了 因为他有95度C 将近100度 你看这是华氏186度 他直接放在这边烤 居然可以把一个汉堡全部烤熟 我那个颜色他熟了 95度 200多度华氏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 美国现在目前也一样是热 好 日本是短缺直升1% 美国呢 美国是缺料了 缺料 因为我要知道 我们现在电厂 他的高压店 进到了每一个住户附近的时候 他有一个变压器 才能转到你家里面变成220 不是直接用 那几个是上万伏特的 但是他这个变压器 直接因为用电量太多的关系 他爆掉了 一个一个像爆米花一样 啵啵啵爆掉了 爆掉就买啊 没法 没有办法 后续的那一个原物料 因为这两个的关系 缺少那个变压器的原物料 所以设备不足 虽然美国还有电 可是呢 因为有一些变压器爆掉了以后 用电量过度 而造成一般家户 现在送不了电了 你这样看到了 横跨太平洋 现在环太军演再军演 对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环太缺电军演 对 台湾也没有办法自身于世外 对 所以其实当美国 当日本都已经是 这种状况的时候 台湾也一样 台湾也要面对通膨 台湾也要面对缺电 还要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 跟你我都相关的 家里面有小朋友 有老人喜欢喝牛乳 最近在讲 台湾的一家林凤云 也就是现在目前的领导品牌 他在讲没有办法 既然跟我们都讲 今年黄小玉都涨价了 你说这个饲料的成本成长 我这个鲜奶怎么可能不涨价呢 林凤云说7月中可能会要调涨 大概就是2块到4块 好 那我们台湾另外两家 光权跟同意讲说 秋冬班队我们没有打算要涨 其实他也不会马上涨 三家一起涨 那就会违反公平交易法 他可能会分阶段 看你的成本有没有增长 而观众朋友 你可能没有买这一家厂牌的牛奶 可是这个牛奶一涨以后 你接下来你买的咖啡要加奶 你买的奶茶要加奶 通通就有可能会涨2块3块5块 所以谁说跟你无关 马上就会面对的是 台湾的物价要涨了 而且前一阵子我们在讲 涨电费的时候 没有 我又不是1000度大户 1000用1000度的大户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家里一个店表 你可以调 俊翔哥 我问你 当过学生没有 在外面租过房子没有 如果你是跟其他的人分租以后 大家有一个小店表 你就分用店表 是 那你就分用店表之后 房东其实他最后是房东一次缴的 所以你的房东 他最后缴到底是有涨价的 所以房东通常会这样 我房客我就跑不掉了 房客当然跑不掉 你今天不让我涨电价 那我就给你涨房租 看来要涨哪一个 所以现在所有 台湾300万的租屋组 300万都可能即将面对说 原本讲说涨不到我 但其实错了 会涨到你的 因为你们的店表 统统凑在一起的时候 原本就比市价贵一点点了 到时候可能还会更贵 舌尖上的通膨 对 这个是居住的通膨 对 所以万物起涨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明天户户怎么办 万物起涨 而且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还在往上飙 之前跟大家讲 2以上要注意 但是我们现在都已到3了 上个月已经3.39 上上个月3.38 我都在想 今天是礼拜一 俊大哥这个礼拜三 将会公布上个月6月的 他的数字会是多少 后面再继续往上涨 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目前 所有的东西的物价 跟我们的指数 而痛苦指数一直往上升 失业或是薪水不高 都影响我们现在国人 他们的生活状况 那店家往上涨 薪水却没往上涨 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要看 这有一个叫做 薪资中位数的水准 你去查 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公司 居然一年的年薪 当然这个跟过去两年 放无薪价有关 可是一年不到40万 有16间公司 不到50万的有114家 这是上市公司 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 这一些上市公司 居然还有一年賺不到40万 表示他薪水就在3万多 以这样的状况 配合刚刚所讲的 牛奶也要涨 电费也要涨 什么都要涨 CPI消费者 还在飙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的生活的痛苦指数 就会不断飙升 你的痛苦从哪里来 你的痛苦从薪水带来 如果老板没有再加薪的话 换句话说 你现在领的这笔薪水会越来越薄 被通膨被这个3% 可能6月会突破4%的通膨吃掉了 所以通膨还在涨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数字 不是每个人都适用 以刚刚来讲的 如果你薪水在3 4万块左右的话 这一波所带来的通膨 还有电费的调涨 如果你没有办法薪水提高1300块的话 你可能根本挡不住原本他提升的 这些生活基本的开销 所以你必须要涨薪水 有没有在涨 有没有蔡总宣布基本工资调涨了 可是涨得不够 花得更多 民众生活就会更痛苦 这些已经是有点凌昌葱 跟职人说的 有的故事 现在很感伤性 这么多 这些基因 感谢观看